早晨八点,纪宴里的婚车准时到达我家楼下,在众人的哄闹声中,纪宴里把我抱上了车,从我家到酒店的路程大概二十分钟,虽然之前已经和她对过无数次婚礼细节,但真到了这一刻,我还是忍不住紧张。 纪宴里比我也好不到哪去,坐在我身边一脸忐忑,仔细看,她已在车窗上的手还在微微颤抖。 很快到了酒店,仪式还有一段时间,我和纪宴里待在休息室做准备工作。 这时手机接到一张照片,乔石安的自拍,她窝在沙发里拿着玩偶自拍。 谢谢姐姐,以后多多关照了。 沙发是我亲自挑的,背景墙是我和施工工人调了无数次颜色才定下来的。 这是我的婚房,不可置信,愤怒等各种情绪充斥在我心头。 我将手机递给纪宴里,冷冷问,你解释解释。 纪宴里也被吓了一跳,半天没说出话来。 她抿了抿唇,终于下定决心式地轻声说,咱们的婚房不是装修好了吗? 我想给石安留意间,她爸最近在到处找她要钱,还说要把她带回老家结婚。 她一个女孩子在这无亲无故的,我想干脆让她来我们家住,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她的安全,也可以节省一笔房租。 似乎是怕我拒绝,她又立马说道,你不是说从小就想有个亲妹妹陪你玩吗? 你看石安住咱们家,也有个人和你作伴,平时一起追追剧逛逛街,多好啊。 说完,纪宴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面无表情,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一根扎在我心上的刺。 两年前,我被领导派到外地出差,只要谈下那场合作,我的职业生涯将会网上再卖一个台阶。 可这时纪宴里意外出了车祸,她在电话那头向我撒娇抱怨,让我放下这边的工作回去照顾她。 老婆,我真的好想你啊,你就不能回来看看我。 工作有那么重要吗? 据我所知,因为送医急时,纪宴里并没有生命危险,在医院有专业的医疗人员以及护工照顾她,更不用说她的父母在听说儿子车祸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医院。 可是这次的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等项目一结束,我马上就回来看你好不好。 我哄了她好一会儿才让她松了口,后来的日子我直接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等我将项目圆满完成回到家中,已经是一个多月后,纪宴里已经彻底恢复。 回来那天,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带着鲜花来接了鸡,抱着我满脸骄傲,现在应该要叫你林总了是不是? 她这次生病我没办法陪在她身边,心中还是很愧疚,只好亲了她一下,还是要感谢家属的理解与支持了。 小别圣新婚,春风得意时,我沉浸在爱情与生殖的喜悦里,丝毫没有发现纪宴里的变化,直到我看到她和一个备注叫安安的女孩绑定了游戏情侣。 我和纪宴里在一起五年,从没有防备过对方,所以当我说要借她的账号打游戏时,她没有拒绝。 我平时很少打游戏,这次是闺蜜硬要拉着我。 但由于我们段位不匹配,我只好拿纪宴里的账号和她打。 我刚一上线,游戏界面就弹出一个叫安安的邀请消息。 大概是纪宴里的游戏好友,我就没有多想,点击了忽略。 对方接二连三发来邀请,我这才看到她的头像下面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小爱心。 我点进她的主页,才知道纪宴里和她绑定了情侣关系。 到今天为止,131天。 这时,安安在游戏中发来消息。 今天怎么提前上线了? 纪宴里的消遣方式不多,打游戏算一个。 最近她打游戏的时间很固定,每天都是晚上九点之后,她害怕吵到我休息,都是在书房打。 怎么不回我,我颤抖着切出游戏页面,在一百多个大笔找到了她藏起来的另一个微信。 这是她的小号,里面只有安安一个置顶消息,其他的都是纪宴里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兄弟。 我近乎自虐地打开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 他们俩半年的聊天记录甚至比我和纪宴里这一年来的都多。 整整十二个记,原来他们俩是在那场车祸中认识的。 车祸发生时,乔石安刚好经过。 他是我们本地一所医院的实习护士,及时对纪宴里进行了急救。 后来在医院也是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让纪宴里好得这么快。 真是好一出美就英雄啊。 两人关系亲密,却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在那些纪宴里对我说在加班的时刻,他们在看电影,在吃饭。 纪宴里甚至带着他去了一趟迪士尼。 我和纪宴里都不爱自拍。 合照寥寥无几,他们却拍了上百张合照。 乔石安穿着玩偶服对着镜头笑,纪宴里也仰起了嘴角。 这世上有三种东西掩饰不了,贫穷、咳嗽和爱。 纪宴里对乔石安的爱意都在眼睛里。 乔石安还会向纪宴里撒娇,说工作好嘞。 他分享欲超强,路边发现一棵奇怪的树,也会拍下照片发给纪宴里。 他很会照顾人,前不久纪宴里感冒,他亲自给她包粥送药,体贴入微。 相比我的多喝点热水来看,他的确更像纪宴里的女朋友。 最后他们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一小时前。 乔石安发过来,真羡慕他。 能遇见你这么好的男人,如果当初你先遇见的是我, 你会选择我吗? 纪宴里回,我不知道。 有的时候,不知道也是一种态度。 下一秒,浴室的门打开,纪宴里冲了出来, 头发还在往下滴着水。 他看了一眼我捏在手上的手机, 又看了一眼我的表情。 神情一瞬间慌乱。 晚晚,你听我解释。 手机被我狠狠砸在纪宴里脸上,解释你吗?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离开了纪宴里的公寓。 任他在身后如何痛哭流涕忏悔。 那时候,我们双方父母已经见面, 结婚的一系列事宜都已提上日程。 我从来没想过这中间我和纪宴里会出什么岔子, 所以一时之间也没想好怎么和父母说。 纪宴里厚着脸皮,每天跑到我家求复合。 后来他当着我的面删了乔石安的微信, 发誓和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 也再三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 爸妈不明所以,也替纪宴里说好话。 毕竟这些年纪宴里对我的好也不是假的, 爸妈都看在眼里。 纪宴里是我的初恋, 在乔石安出现之前, 它是我所有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幻想。 虽然知道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还是心软了。 最后,我让纪宴里给我写了保证书, 还将婚房进行公正, 落在我一人名下, 才慢慢将这件事接过去。 所以,纪宴里是怎么敢在婚礼当天提起她, 还向我提出这么离谱, 乃至无耻的要求的。 婉婉,你要相信我和她真的没什么, 我一直都是把她当妹妹看待, 带她出去玩也只是想感谢当初她对我的救命之恩。 她爸是个毒鬼, 只知道找她要钱, 她妈改嫁了, 也不管她, 她一个小姑娘太可怜了, 我们就帮帮她好不好。 所以你们一直还有联系, 我开门见山。 纪宴里还在喋喋不休, 听到我的回答愣了。 她善善道, 对不起婉婉, 我真的没办法看她过得那么惨。 她举起右手,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是清白的, 我只是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她。 纪宴里一本正经,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 我朝着她笑了, 你留个房间给她干嘛, 买一个给她呗。 其实纪宴里不出那档子时, 婚房原本是打算我们双方各出一半, 这样压力也小些。 但纪宴里对不起我在先, 我只好保障自身权益。 她不敢和她爸妈说, 只好自己拿积蓄出来买房子。 如今, 她全身上下的存款加起来不超过六位数。 纪宴里沉默了。 我继续说道, 让她住我们家, 等亲戚来了, 我怎么介绍她的身份。 阿姨, 妹妹, 放心晚晚, 你们家亲戚来了。 我可以让她出去住几天酒店, 这个钱我来付。 纪宴里话里话外, 已经将这件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根本不是来询问我的意见, 而是来通知我。 我将婚纱裙摆细细抚平, 用停静的声音说, 哇, 听起来很美好呢。 这个人, 我不能要了。 我开始懊悔, 当初为什么要恋爱脑上头原谅她。 事情发展成今天这个局面都算是我的报应。 纪宴里却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面色松动了不少, 展开了今天第一个笑容。 晚晚, 谢谢你理解,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对你好。 她感动得无以复加, 甚至凑过来想吻我。 看着她越来越近的嘴唇, 一时坚决地胃里翻江倒海。 木火伴着恶心感直冲脑门, 在她贴近我的瞬间, 我一声吐了出来。 纪宴里闪躲不及, 被我吐了一身, 竟然还想过来拉我, 晚晚你没事吧。 我拿过化妆桌上的手捧花, 疯狂拍打她。 你滚, 恶心死了。 你是怎么想的? 想在我眼皮子底下和她偷情? 还是你干脆想让我们一起玩三人行? 那是我家, 你凭什么让她住进来? 我给你们两个脸了。 我越说越气, 手捧花被我打得四散一地, 我直接用手狠狠给了纪宴里几个耳光。 此时我面目通红, 头发凌乱。 而纪宴里被我喷了一身呕吐物, 还在躲避我的攻击。 婚礼司仪开门进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 下一秒, 她微笑着退出去, 又贴心地降门关上。 晚晚你先别激动, 我们先把婚礼办完行吗? 外面那么多亲戚等着呢?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纪宴里要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向我提这件事。 她知道, 我不会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和她闹得太难堪。 可这件事丢人的是她, 要丢也是丢她的脸, 关我什么事? 我们原先订好的婚礼仪式时间是九点半, 现在已经十点整。 四姨退出去后, 小心翼翼在微信上问我, 姐, 现在宾客都有点坐不住了, 你那边什么时候完事? 我回, 你先顶会儿, 等我通知。 她发来一个OK的表情包, 四姨是闺蜜介绍给我的, 算是自己人, 外面的场子交给她, 我很放心。 我吻了吻心神, 挤出一丝笑容, 看向纪宴里, 婚礼还是别办了吧。 纪宴里愣了, 神, 什么意思? 我冷笑着看向她, 意思就是别过了, 你既然这么喜欢她, 我放你自由, 你不开心吗? 如果她不介意的话, 正好你们家亲戚接个兜齐了, 我直接把新娘这个身份让给她, 也挺好的。 我这番话说得甚是平静, 纪宴里终于意识到, 这一次我没有开玩笑, 也没有闹, 我是认真的。 婉婉, 你别开玩笑了, 我对乔石安真的只有兄妹之情, 我最爱的始终只有你一个,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让她住在我那套公寓好不好。 纪宴里婚前全款买了一套公寓, 但我们之前已经说好, 结婚后我们要搬去婚房, 后面很快就会要孩子, 为了减轻点压力, 这套公寓会租出去。 按市场价来算, 这个地段的公寓租金就要七千一个月。 都到了这个时候, 纪宴里心心念念的都还是怎样把乔石安安置好。 我和乔石安在他的心目中谁轻谁重, 一目了然。 你说和他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当着我的面删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私底下还一直瞒着我和他保持联系? 他身是可怜, 难道在这个城市他就没有其他朋友, 就非要你这个有妇之夫来帮他。 你们不过就是在享受隔着一层窗户纸的暧昧, 什么最爱的人是我, 你少恶心人了。 我对着他连番输出, 胸口那股恶心感越来越强烈。 早上吃的一点东西早在刚才争吵中就吐了出来, 可说起这些话我仍止不住连练干呕。 别激动婉婉, 你现在应该多注意身体, 纪燕里帮我拍着背, 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再次拍开他的手, 恶狠狠盯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纪燕里盯着我, 叹了口气, 这个月你的旌期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 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 所以别这么任性了好吗? 不可能, 我下意识反驳。 我和纪燕里原本商量是婚礼之后再去领证, 我不想未婚先孕, 一直有做安全措施, 所以经期延迟我只当是被婚太累, 激素分泌有点紊乱, 根本没有往怀孕那上面想。 纪燕里不敢看我的眼睛, 那天晚上你喝了点酒, 我骗了你。 但我们都三十多岁, 也应该要个自己的孩子了, 这孩子现在来的正是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纪燕里的可怕, 先是在婚礼现场提出让乔石安住进我们家, 担心我不会同意, 直接让我怀了孕。 有了腹中的骨穴作为威胁, 我还有什么会不同意呢? 我这七年到底是爱上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像往常一样, 温柔地替我整理耳边的碎发, 低声说, 我向你保证, 石安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对你的关心不会减少分毫, 我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这话说的好像是对我添大的赏赐。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我才发现爸妈还有闺蜜都给我打了无数个未接电话。 电话刚刚接通, 闺蜜的声音就迫不及待从那头传来。 晚晚你快来宴会厅, 有个女人来抢婚了, 她说她是纪燕里的女朋友, 还怀了她的孩子, 现在已经闹成一团了。 挂完电话, 纪燕里也是一脸震惊, 她也没有想到, 乔世安会来这么一出。 等我和纪燕里赶到婚礼现场, 一个白色的身影 直接冲进了纪燕里怀里。 满堂宾客看戏的眼神 都投向了我们这边。 纪燕里任由乔世安抱着, 既不回应, 也没拒绝。 我站在他们身边, 被衬托得像个笑话。 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 哎呀, 还真有抢婚的, 这份子钱随得值。 你们猜等一下 这原配和小三会不会打起来。 无数道好奇, 戏谑的目光都落在我们三个人身上。 等我们双方父母都赶过来, 纪燕里才推开了乔世安。 乔世安随即牵起纪燕里的手, 给我飞来一个得意的眼神。 小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分钟前, 乔世安来到宴会厅, 爸妈开始还以为是我朋友。 谁承想她说自己是纪燕里的女朋友, 今天是来找她的。 我爸此时正怒火中烧, 以他互独自的性格, 如果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必定要打纪燕里一顿。 爸、 妈, 这就是我朋友。 他在胡说八道, 我马上就处理好。 纪燕里对着我爸妈深深居了一躬, 说完, 转身就要拉着乔世安往外走。 乔世安也是个匠种, 脚像生根似的定在原地。 他嘟着嘴,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阿燕, 你不是一直说你想要个孩子吗? 我怀孕了, 已经两个月了。 方才纪燕里还在向我解释 他只是把乔世安当妹妹看待, 真是可笑。 而且, 这两个月, 我们正忙着婚礼的事, 白天还要工作。 我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回家就睡, 纪燕里还有戾气在外耕种, 真是时间管理大师。 闺蜜实在忍不住, 开始阴阳怪气, 什么脏东西跑过来了, 真会气。 我妈将我护在怀里, 几乎是目自欲裂。 小纪, 当初你求着让我们把婉婉嫁给你, 说一定会对她好, 你就是这么对她好的吗? 纪燕里连忙推胎 粘在她身上的乔世安, 试图解释, 不是的吗? 这都是误会, 我可以解释的。 听到这话, 我妈还没回应, 乔世安便别了嘴, 你昨天在我家可不是这么说的。 众人哗然, 你, 你个孽障, 我们家的脸都被你这个混蛋玩意儿丢完了。 纪燕里, 他爸怒吼一声, 啪啪啪给了他几个耳瓜子。 乔世安还将纪燕里护在身后, 一副有什么朝他来的模样。 纪叔叔, 我和阿燕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怀了阿燕的孩子, 你就成全我们吧。 纪燕里实在受不了了。 一把推开挡在自己身前的乔世安, 怒吼道, 你发什么神经, 我想娶的从来都只有林婉一个, 我是想要孩子, 可也只想要林婉生的。 乔世安眼里擒着泪, 你不是说你对这个女人早就没感觉了吗? 她从来不会关心理解你, 你和她在一起一点也不快乐。 我这是在帮你啊。 站在一旁的闺蜜朝着乔世安呸了一口, 当初是纪燕里追了我们家晚晚两年, 才把她追到手的, 她也就算个田狗。 而你又算哪根葱? 田狗的田狗, 她这么爱你, 怎么今天娶的不是你啊? 乔世安气得脸色傻白, 半天说不出话来。 纪燕里妈妈出来打圆场, 将我和纪燕里凑到一块儿, 说, 亲家, 晚晚, 有什么事婚礼完了再说, 该赔罪的我们家一定会赔礼道歉, 今天这么多人, 咱们都要顾着点面子不适。 和纪燕里在一起的时候, 她妈妈一直把我当作亲女儿看待, 对我甚至比对纪燕里还要好。 她曾拍着胸脯说, 晚晚, 以后要是纪燕里这臭小子敢欺负你, 你就跟我说, 我来收拾她。 可笑, 这天底下的婆婆就没有一个不是向着自己儿子的, 她又怎么可能例外? 事情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她还试图粉饰太平, 让我和纪燕里完成仪式。 我妈也觉得不可思议, 小季妈妈,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儿子现在是闹出来个私生子, 这像话吗? 要我看, 这婚还是不结为好。 我们家向来是我妈做主, 我妈都发话了, 今天这个婚礼, 无论如何是结不成了。 纪燕里也意识到这点, 几乎要跪下来求我妈。 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就犯这么一回错, 你们原谅我一次行不行。 而且, 婉婉现在已经怀孕了, 你们总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呀。 说着她又来求我, 婉婉, 你说句话呀,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最后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此话一出, 满场震惊。 乔石安泪流满面地控诉,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纪燕里妈妈将乔石安往后一拨, 接着喜笑颜开, 握起我的手, 晚晚你真的怀孕了。 真是天大的喜事, 咱们赶紧把婚礼完成, 然后去产假。 你不知道, 这怀孕头三个月是最重要的阶段, 咱们可千万不能动气呀, 知道不? 你放心, 我们纪家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我们就只认你一个儿媳妇。 这端盘珠子打得, 都蹦我脸上来了。 我爸妈则是站在一旁担忧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心中也很难抉择, 既痛恨纪燕里出轨, 又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会为了孩子妥协的人。 既然原生家庭不幸福, 我为什么要生下他受苦? 我将手从纪燕里妈妈手中抽出, 不好意思, 这个婚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结的。 刚才趁着他们争吵的时候, 我给司仪发了几则信息, 如今电子屏上, 我和纪燕里的婚纱照已经被换成了我的单人照。 背景墙也从我们结婚了, 改为祝林婉女士生日快乐。 各位来宾, 因为某些突发情况, 今天的婚礼取消, 改为林婉女士的三十岁生日宴。 林婉女士说了, 请大家吃好喝好, 不用随份子钱。 不愧是专业团队, 短短时间内就将一场婚宴变为了生日宴。 我们家的立场已经表明得很清楚, 这场婚礼是办不成了, 既家人还想说点什么, 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甚是尴尬。 毕竟, 纪燕里出轨还整出个孩子是实锤。 我们家亲戚不多, 但今天能来现场的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伯伯, 遇见这档子时, 早就撕了纪燕里的心都有。 还好我和纪燕里并没有领证, 婚礼也还没有开始。 至于婚房, 早就经过公证属于无偿赠予, 是我的个人财产。 唯一有争议的, 就是我腹中这个孩子。 婚礼当天我就回了爸妈家住, 晚上妈妈来到我的房间, 劝我好好考虑这个孩子的去留。 婚婚, 你今年也三十了, 是个大姑娘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们家养, 要是不愿意, 妈妈陪你去医院, 你别怕, 手术完了, 妈妈好好照顾你。 你要知道,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 我和爸爸永远都无条件支持你, 尊重你。 我感动得在被窝里, 躺了一脸泪水。 第二天一早, 我让闺蜜陪我去了趟医院, 一路上, 闺蜜把纪燕里和乔石安翻来覆去, 骂了一百八十遍。 我听得好笑, 紧张的情绪也缓解了不少。 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血茧, 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我坐在医院长椅上等检查结果, 纪燕里的电话打了过来。 婉婉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先别挂, 听我解释, 我和乔石安那次真的是个意外, 那天是我喝多了, 把他当成了你, 才会。 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纪燕里害怕我挂断电话, 说了一大堆。 标准的渣男借口, 出轨会是酒的问题, 是对方勾引的问题, 就是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听着电话里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胸腔里的恨意越来越浓。 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他, 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分手。 你一边享受我给你带来的安定, 一边又去乔石安那边寻求刺激。 纪燕里, 我告诉你, 什么都想要的人往往到最后, 什么也得不到。 电话那头的纪燕里, 沉默了许久。 最后, 说出来的话都带上了哭腔, 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 能不能把孩子生下来。 没等他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这人脑子装的都是事。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医生拿着检查单只看了一眼便说, 照数据来看, 你没怀孕啊。 我和闺蜜两脸猛然, 可是医生, 我大姨妈晚了一个多星期, 而且我还吐了好几回, 这不都是怀孕的症状吗? 闺蜜在一旁点头如捣蒜, 对对对, 就刚刚, 她还干呕了好几回呢。 医生推了推眼镜, 把检查单上的数据指给我们看, 你看你这个HCG数值才这么点, 肯定没怀孕。 情绪也会影响月经周期, 你大概是最近压力太大, 才会导致月经推迟, 至于呕吐, 有可能是肠胃有问题, 不放心的话, 我给你开个检查。 在医院折腾了一天, 相当于做了个全身体检, 最后确诊我身体好得很, 也根本没怀孕。 呕吐大概只是单纯被纪宴里恶心的。 出了医院, 闺蜜立马带我去胡吃海喝了一顿, 这叫老天有眼, 纪宴里那个渣男还想用孩子来拿捏你, 真恶心。 回到家, 爸妈看了我的检查结果, 也彻底放了心。 他们告诉我, 纪家送来的彩礼, 他们已经全数退回。 纪宴里爸爸原本是坚决不要的, 他说是他没有教导好纪宴里, 才让我受这么多委屈, 那笔钱就当作给我们家的赔罪。 我爸妈不想再和纪家扯上任何关系, 还是把彩礼包括五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我妈冷笑, 他们家还不是以为你肚子里怀了孩子, 觉得日后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还会原谅他儿子。 我们家才没那么傻, 为了这点钱和他们家纠缠不清。 我不禁感叹, 姜还是老的辣。 虽然和纪宴里断得果断干净, 但整整七年, 就是养条狗弄丢了也会伤心。 我在家低迷了两天, 终于在婚嫁的前一天想起, 我婚房的密码该换了, 免得以后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跑进来。 我没想到, 纪宴里和乔石安还真是一对颠工颠婆, 他们压根不放过任何恶心我的机会。 我自己的家, 我进不去了。 这对神经病把密码改了。 我正在门外气地咬牙, 邻居开门出来丢垃圾。 我和邻居是差不多时间开始装修, 我们常常分享装修经验, 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他看见我眼神一亮, 将我拉到一旁, 欲言又止。 我示意他有事就直说, 这不是你的婚房吗? 我早上看见你老公挽着另一个女人进去了,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说呢。 邻居给我会声会色, 描述了纪宴里和乔石安进门的经过。 那两人是真不要脸啊, 在电梯间就欺上了。 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饥渴, 真是辣眼睛。 这对狗男女,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你一对二, 我怕你吃亏。 邻居义愤填膺, 大友帮我出头将他们俩揍一顿的架势。 我也没有惯着他们俩, 直接拨打了110。 喂,我要报警, 有人在我家组织卖银嫖娼, 地址是XX。 挂完电话, 邻居默默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警察来得很快, 我默默替他们打开了大门。 这两个傻逼只换了开门密码。 一进门, 我们就听见卧室传来可疑的喘息声。 警察朝我比了个虚, 直到我们轻手轻脚走到卧室门口, 里面的喘息声都没有停止。 砰, 门被撞开。 巨大的声响, 吓得两人一哆嗦, 乔士安半截身子还露在外面, 他红着脸望过来, 眼里全是未消散的情欲。 纪宴默很快反应过来, 用被子把乔士安紧紧包住。 呵, 这被子还是我妈亲自给我做的蚕丝被, 用来给我当作婚被, 现在被这两个人糟蹋得皱巴巴的。 纪宴默穿戴整齐后向警察狡辩, 警察同志,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还是让我们自己处理吧。 我从卧室的抽屉里 找出房产证和身份证一起递给警察, 警察同志, 这是我的房产证, 这个人是我的前男友, 今天我来看房子。 发现密码被改, 家里还有人, 才报了警。 警察看了眼房产证点点头, 上面的所有人确实写着林晚。 乔石安原本站在纪宴里身后, 向之安纯, 听到我说的话炸了, 什么你家呀? 这是我老公买的房子, 我住我自己的房子, 关你什么事? 我痴笑一声, 你老公? 正呢? 你, 乔石安无能狂怒。 晚晚,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 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吧? 纪宴里皱眉, 停, 我打断她, 我们俩已经分手, 你改我家密码, 还带着来历不明的女人, 在我家做这种事, 我报警很正常。 最后, 警察还是把纪宴里和乔石安, 带回了警局。 我连忙把家里的密码改掉, 又喊人在家里装了监控。 想起他们在我的昏床上纠缠, 我连床都不想要了。 纪宴里带着乔石安来我家做这种事, 我提出赔偿很合理吧? 调解现场, 我提出十万块钱赔偿, 卧室里他们用过的东西我嫌恶心。 乔石安炸了, 你怎么不去抢啊? 我不跟你似的, 爱抢别人的东西,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干嘛不要回来? 见到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就来气。 纪宴里也真是饿了, 什么都吃得下。 临晚, 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 我有资格带着安安回来。 两天前, 纪宴里还求着我回头, 今天他就带着乔石安登堂入室, 打我的脸。 这人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 我冷笑, 别忘了, 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要和我复合, 房子也是经过公证的, 当初你给我写的保证书我还收着呢, 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念念。 纪宴里咬牙说道, 你永远这副以自我为中心的样子, 要是你能像安安一样善解人意, 多关心我, 我会和他在一起吗? 抛开事实不谈, 我们感情出现问题, 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纪宴里一番言论下来, 负责调解的警察都小声骂了句渣男, 对对对,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恋爱脑上头 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恶心我的机会。 少废话, 十万块钱赔偿少一分都不行, 否则你们也不想事情弄得人尽皆知吧。 我将调解协议往桌子上一丢, 坐在椅子上静静看着面前的两人。 最终, 纪宴里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了这笔钱。 离开前纪宴里对我说, 以后自己养不起孩子了, 可别来找我。 我白了他一眼, 转头对着耀武扬威的乔石安说, 你不是最喜欢别人的东西吗? 那张床我给你运到纪宴里家了, 当作我送你们的新婚礼物。 一个月后, 乔石安给我发来了 他和纪宴里的结婚情节。 姐姐, 谢谢你把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 傻逼还真觉得纪宴里喜欢他呢? 当初纪家娶我是明媒正娶, 彩礼, 五金, 婚房一个不少。 纪家尤其是纪宴里爸爸, 一直没有承认乔石安的身份。 放出话来, 永远不会认乔石安这个儿媳妇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纪宴里的存款 在当初买我这套房子的时候 就已经掏空了, 现在连彩礼钱都拿不出。 不过乔石安说了, 他才不像有些人一样现实, 友情银水宝, 只要和纪宴里在一起, 他什么都愿意。 呵呵, 祝他们俩所死。 婚礼我当然没去, 却有很多朋友 给我进行了现场播报。 我们的共同好友 拉了个小群, 发了好几段婚礼现场的视频。 晚晚, 纪宴里那对狗男女遭报应了。 哈哈哈哈, 艾特晚晚, 你快看视频, 纪宴里头发都被浩吐了。 我不明所以打开视频。 或, 真刺激。 乔石安那个毒鬼老爸 正把纪宴里按在地上摩擦, 乔石安他妈在纪宴里脸上 挖了好几道血印子。 原来乔石安爸妈 不知道从哪听说 自己女儿要结婚了, 对方还是个有钱人。 两人兜兜转转, 竟然找到了酒店。 当着众人的面, 乔石安他爸张口 就要纪家给一百万彩礼。 你们想一分钱不出 就娶我们家女儿, 想得倒挺美。 我女儿能被你白睡吗? 接下来的乌言会语 我没继续听。 乔石安穿着婚纱, 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今天现场来的 大多是纪家的亲朋好友, 以及他医院的一些同事朋友。 被自己亲爸在婚礼上这样闹, 任何人都觉得难堪吧? 但我丝毫不可怜他,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当初他毁了我的婚礼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 后来在劝嫁的过程中, 纪宴里的妈妈被误伤, 头磕到桌子上当场昏迷, 被120送进了医院。 听说纪宴里他妈妈 伤得挺严重的, 现在还没醒过来。 你说,当初纪宴里要是不作妖, 你们俩不知道过得多幸福呢? 哪会出这么多事? 我没回复, 纪家的事早与我无关了。 我应该去奔赴我的新生活。 纪宴里和乔石安 最终还是离了婚。 婚礼那场闹剧, 乔石安的孩子没保住。 纪宴里妈妈伤了脑子, 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说什么也不允许乔石安 再进他们家的门。 在乔石安父母的骚扰和威胁下, 纪家最后给乔石安赔偿了三十万。 再次见到纪宴里是在五年后, 我牵着两岁多的女儿在路边等车。 怎么搞得五岁了还这么瘦? 没能力养你就来找我呀, 纪宴里皱着眉想要去摸我女儿的小脸。 这么多年不见。 他倒是一如既往地自信。 我再三向他解释, 当初我根本没有怀孕, 他死活不信。 直到先生开车过来接我, 他还在叫嚣我女儿是他的孩子。 老公抱起女儿, 用一脸看傻逼的眼神看着他, 脑子不好就去看看医生。 我还得谢谢你不娶之恩, 才让我遇上晚晚这么好的老婆。 纪宴里愣在原地, 跟他分手的第二年, 我相亲遇上了现在的先生。 一年后我们结婚生子, 他懂我所有的欲言幼稚, 理解我, 支持我, 相信我。 纪宴里毁了我对婚姻的幻想, 但我先生让我知道, 总有一个对的人在未来等我。 原来男人变心, 只需要一年, 朋友们都在为我打抱不平, 今天是我的接风宴, 出国一年, 我几乎是马不停蹄赶回来的, 可是他们却说, 蒋末有新欢了, 看到女孩子的那一刻,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因为第一次见她, 还是在一张照片上。 当时我刚出国, 蒋末发来的, 他说, 我以为是你, 我朝他开玩笑, 怎么? 想我了? 嗯, 想了。 我叫错了人, 把人家吓一跳, 照片上的背影跟我真的很像。 后来某天, 蒋末突然跟我说, 我们做回朋友吧。 为什么? 怕你耽误学业, 等回国再谈也一样。 因为这句话, 我争分夺秒完成论文, 结束了一国求学的生活。 而直到今晚, 我才知道她有女朋友了, 女孩子叫苏眠, 是蒋末的学妹。 说话的功夫, 蒋末领着苏眠从洗手间回来。 苏眠的嘴唇肿了, 心抹了口红, 企图遮盖什么。 眼眶里水润润的, 大家都心照不宣。 去了这么久, 应该不只是上个厕所那么简单。 蒋末笑得云淡风轻, 抱歉, 她性子软, 我得多陪着。 这一幕刺痛了我的眼, 我飞快地垂下头。 原本还在为我打抱不平的众人, 瞬间换了负面孔, 对老婆好, 应该的, 应该的。 蒋末的兄弟笑着说, 你可得好好对嫂子, 最难的时候都是她陪你走过来的, 这么体贴的人不好找, 比远走高飞的强。 我默默喝了口柠檬水, 嘴里发色。 在他们眼里, 是我抛下蒋末。 可只有蒋末清楚, 我一个设恐的人, 咬牙去异国他乡读书, 是为了什么。 苏眠注意到了我, 拽拽蒋末, 小声说, 她跟我长得好像。 蒋末笑了笑, 瞎说什么, 你最漂亮。 苏眠脸更红了, 多仰视的, 你, 你别这样。 她眼底闪过一丝玩味, 似乎觉得她这个反应, 可爱极了。 众人转了话题, 开始聊起我。 听说你三年的课程, 两年就完成了, 前不久还进了医院, 怎么回事啊。 我的笑容有些牵强, 归心似箭嘛, 顾不上吃饭, 喂病, 痒痒就好。 大家暗戳戳地观察着蒋末的反应, 她垂着眼, 正在给苏眠包卸肉, 冷漠得很。 说起来, 我跟蒋末在一起的时间, 不止八年。 从牙牙学语的幼儿园, 到青涩懵懂的高中, 再到大学时光, 我们相伴了太久。 蒋末从站在窗口 等我收拾书包的白衬衣男生, 变成了将车停在办公楼下, 接我下班的成功人士。 所以人都以为, 我们会走到最后。 可如今, 蒋末已经戴上了新款的情侣戒指, 与别的女人五指交扣。 苏眠好奇的目光, 在我身上不断打量。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会相安无事的情况下, 她突然问, 姐姐, 你跟她是怎么分手的呀? 周围一下子静了, 蒋末扯扯唇角, 对她极其纵容。 我以前都跟你说过, 还问呢, 苏眠撅嘴, 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 我一开眼睛, 回答得云淡风轻, 人总是会变得, 比如眼光。 你看她现在就喜欢你。 她悄悄看了眼蒋末, 脸色闪过一丝愧疚,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 蒋末今晚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我, 眼神冷淡, 语气带上了淡淡警告的意味。 成欢, 适可而止。 在她看来, 我连正常的回答, 都是在挑衅苏眠。 这种气氛让我有些不适, 我放下餐巾纸, 起身。 不好意思, 我去个洗手间。 离开包房, 我几乎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没人告诉我她有了喜欢的人。 哪怕就在两个月前, 我给蒋末发消息, 说我要回国了。 她还在说, 欢迎回来。 洗手间里, 弥漫着一股怪异又暧昧的味道。 我撑在洗手台上, 打开了水龙头, 很想哭。 可我知道, 她们是正常的男女朋友, 分手了, 就不该纠缠。 突然, 洗手间的门被人推开了。 一道声音慌慌张张地传来, 对不起, 我把口红落在这里了。 她看见了我狼狈的一面, 呆愣半嗓, 随后支支吾吾, 欲盖迷章。 我们刚才, 什么都没干。 垃圾桶里的卫生纸, 吊在洗手台旁的口红, 以及镜子上两大两小的手印, 无疑不再提醒我发生了什么, 可她偏要撕破那层窗户纸, 给我难堪。 我深吸一口气, 让开了洗手台的位置, 方便她把东西拿走。 苏眠却站在镜子前, 开始检查口红。 刚才她那么突然, 也不知道口红摔坏没有。 说完, 她抬头看见镜子, 有些懊恼。 姐姐, 有没有纸巾? 我想把痕迹擦掉, 都怪她, 说什么, 不会有人发现。 她一直以一种示弱的姿态, 在强势地宣告自己的所有权。 我一言不发, 转身走了出去。 苏眠跟我进屋的时候, 难过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蒋墨握住她的手, 醋了醋眉, 她说什么了? 放心, 这里没人能欺负你。 她兄弟喝多了, 闷头哼了声, 就是啊。 你陪墨哥经历这么多, 怎么, 他回来, 你就要让位吗? 他凭什么呀? 这句话, 终于点燃了我的怒火。 说够了吗? 什么? 我抬眼, 压住微微颤抖的唇, 你不是想知道, 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 你在卫生间里, 跟他干那事的时候, 忘记擦镜子了, 害得他要重新擦。 众人不约而同, 露出恶心的神色。 苏眠脸色煞白, 请你闭嘴可以吗? 我气得浑身发抖, 蒋默, 倘若你没有因为我的学术成果 或一分毫, 你可以骂我, 但是你没资格。 我紧紧攥住手, 拔高了音量, 请问蒋先生, 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我发了很大的脾气, 当着蒋默和苏眠的面摔了筷子, 大家都吓傻了。 蒋默沉着脸, 一言不发, 苏眠吓哭了, 躲在他怀里。 摔门而出的时候, 蒋默的兄弟正在叫嚣, 默哥, 幸亏没要他。 脾气怎么变得这么烂呢? 我冷着脸走出去, 脚步没停。 雨季已过, 冷空气已然席卷这个城市。 我站在马路边, 接到一个电话。 接起后, 有几秒钟的沉默。 随后听筒对面传来轻烈温和的声音。 一切顺利吗? 我情绪突然决低。 教授, 我很抱歉。 在短暂的留学生涯中, 如果有人能让我心生敬意, 便是我的老师, 乔婷。 三十出头, 已经是MO医学中心最年轻的教授。 在生物医学领域造诣颇深。 曾经, 我们因为回国的事情, 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乔婷用前所未有的冷淡语气说, 陈欢, 你是我最欣赏的学生, 私生活我无权智慧, 可是提前结束学业, 在我看来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你的研究不该止于此。 我还是回国了。 一腔孤勇, 撞了南墙, 穷途末路。 我做好了接受奚落的准备。 乔婷却说, 我要起飞了, 等我落地再说。 你要去哪儿? 明天在你的城市有一场学术会。 陈欢, 她叫了我名字, 每个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一路错到底, 也可以选择回到正轨。 我希望明天在那里看见你。 我望着夜空, 能想象到她说这句识的样子。 平和内敛, 睿智如雅。 我抹掉眼泪, 声音发哑, 我知道了, 教授。 我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公寓, 跟蒋默同一个小区, 原本是想离她近一点。 眼下反倒成了最隔应的地方。 蒋默的兄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刚好在拉窗帘。 说来也巧, 从我的窗户向对面望去, 能看见蒋默家的客厅。 此时窗前站着两个人, 苏眠像一根蒲柳, 柔软攀附在蒋默身上。 窗纱浮动, 交警缠绵。 电话里, 蒋默的兄弟还在喋喋不休。 成欢, 我这儿有套房子, 空余的, 在郊区, 你搬过来吧, 别打扰他们。 他比你听话, 比你体贴, 比你有陪伴感, 你好好想想你差在哪里。 其实, 我没兴趣对蒋默的兄弟, 如果不是他执意要犯贱的话。 你不会是喜欢苏眠吧? 我打断了他。 什么? 我看见他俩在亲嘴。 蒋默的兄弟突然愣住, 随后像是被人揭开了遮羞布, 怒骂, 成欢, 你有病吧? 他狠狠摔烂了电话。 参会那天, 我遇见了蒋默和苏眠。 这场会议, 他当然要来, 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公司的命运。 更因为, 我与乔教授的研究成果, 将直接决定 未来几年行业的发展方向。 姐姐, 你是跟谁进来的? 苏眠挽着蒋默的胳膊, 四处张望。 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他以为我是个出国镀金的水货, 连进会场的资格都要靠别人获得。 我无视了他的话, 谁知他不依不饶, 如果有新男友的话, 给我们看看呀, 恭喜你了。 陈欢, 乔婷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下一秒, 他来到了我身边。 你好, 我是陈欢的导师, 请问你们是? 我抬头, 看见他轮廓分明的侧影, 一如往昔, 清冷疏离。 他向来不喜欢干涉学生的私生活, 更别提主动和别人打招呼。 我怕他被蒋默冒犯, 抢着打, 是我的前男友和他现女友。 乔婷听完, 原本还算温和的眉眼染了一层冷峻。 陈欢, 快开始了, 跟我们之前一样, 需要你打头阵。 这样的场合, 我已经出席过无数次了, 自然不惧。 等等, 你上去干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在蒋默脸上 看见愣证和错愕。 可笑吧, 在利用我的研究成果 让自己公司突飞猛进后, 蒋默就不再关心我 取得了哪些成就。 甚至都不记得, 我的导师正是这次大会 请来的知名海外学者。 我理都没理他, 随乔婷离开了。 刚才躲在蒋默身后, 一言不发的苏眠 却跟了过来。 他在台下揪住我, 语气平静。 姐姐, 你想通过这种方式 证明什么呢? 比我优秀吗? 别把自己想得太好。 会场灯光在我们之间, 画出精卫分明的界线。 我看着他因勉强微笑 而微微静攏的面部, 一字一句致向他, 妹妹, 你脑子丢了吗? 伴随着画落, 全场灯灭。 一道耀眼的光柱 自头顶落下。 我站在光里, 没有看见苏眠的表情。 正如乔廷所言, 人总会走一些弯路。 或许是鬼迷心窍, 或许是猪油蒙心。 但是千万不要把主动权交给别人, 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 蒋默的公司靠着我第一批学术成果, 极深知名企业。 第二次机会, 我不会给蒋默了。 当晚, 我成为众多公司眼中的香伯伯。 长春藤名校毕业, 海归医学博士, 师从乔廷教授。 这样的光环叠加在一起, 让我一整晚都在寒暄中度过。 茶歇的空档, 我从洗手间出来, 蒋默早早等在外面。 成欢, 好久不见。 有一瞬间, 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它跟我预想中的一样。 站在机场的出口, 也是穿一身黑色西装, 笑着跟我说, 成欢, 好久不见。 当美好的期许被现实打碎, 只剩下支离破碎的现实, 甚至是恶心人的那种。 我面无表情, 蒋总这句话, 说得太晚了吧。 蒋默高大的身影显得有些落寞。 去年, 公司曾经遭遇过一场危机, 那是我最难的时候。 成欢, 我不是没努力过, 我想跟你倾诉, 可是你忙着做实验。 我听着他突如其来的诉苦, 讽笑道, 你怪我, 感情破裂并非一方的责任。 我板着脸, 提分手的是你, 说回来再谈的也是你。 蒋默, 何必多此一句, 承认自己做不到, 这么难吗? 我跟你和好, 可以吗? 我一巴掌扇了过去。 蒋默被打偏了头, 白皙的侧脸浮现一道五指的痕迹。 蒋默, 你见吗? 我气笑了, 你没人爱是不是会死啊? 有困难就要投入女人的怀抱, 妈妈不在了, 就找我, 我不在, 就找别人, 用不用死了, 也给你配个阴婚啊。 蒋默垂着头, 倒是苏眠不知道从哪冲过来, 推了我一把。 承欢, 你好意思打他。 他吞安眠药自杀的时候, 你在哪? 别说了, 蒋默打断了他的话。 你瞒着他干什么, 苏眠狠狠甩开蒋默的手, 我不眠不休守着蒋默, 承欢你呢? 在国外镀金, 学成回来, 一堆人捧着镜着, 所有人都要迁就你是不是? 他抑郁症是我造成吗? 他有跟我说过吗? 我冷笑, 学术成果给了他, 他有钱有权, 我得到什么了? 你得到什么了? 苏眠气笑了。 今晚你什么样, 自己不清楚吗? 我谢谢你, 那是我该得的。 他能活下来, 该谢医生。 谢你干什么? 护工还不眠不休守着呢? 他怎么不娶护工啊? 苏眠脸憋得通红, 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有抑郁症, 你知不知道? 烦死了? 你说几遍了? 复毒机吗? 我面露不耐烦, 有病治病, 别来招我。 苏眠哭的那一瞬, 蒋默心疼地抱住了他。 别说了, 谁对我好, 我心里有数。 这句话如一根针, 狠狠扎进我的心里。 MO医学中心纬度高, 常年积雪, 夜间气温也在零下。 我披星戴月, 顶着严寒在实验室 和宿舍间穿梭。 辛苦两年的研究成果, 送给了蒋默。 他说谁对他好, 他心里有数。 我气出了眼泪, 蒋默, 你良心让狗吃了。 蒋默犬当听不见, 吻了吻哭的梨花带雨的苏眠, 柔声说, 我们回家。 我推开天台玻璃门的时候, 动静有点大, 惊得几个人扭过头来。 乔婷早就坐在那了, 第一次看你发脾气。 我烦躁地散开头发, 压住陈玉的眉眼, 遇见点麻烦, 没什么大事。 乔婷用他那双蓝色的眼睛 打亮着我, 没关系, 不用压抑自己。 我扭头望着城市的夜景, 兴罗骑步, 车水马龙。 风吹起我耳边的头发, 喧闹渐渐远去。 他不要脸。 我突然抱了粗口, 王八蛋。 乔婷已在靠背上, 递过来一杯茶。 我擦了眼泪, 气得手都在颤抖。 乔婷语气温柔, 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实验室的场景吗? 嗯, 搞得一团乱, 还哭了。 我知道你留学并非自愿。 按照惯例, 我会让你滚蛋, 乔婷探身, 两手交叉, 认真说道, 可是后来, 你在我身边如鱼得水, 让我无法拒绝你的申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你并不能阻拦, 有人中途下车, 不是吗? 陈欢, 你并不适合这里。 我坐在腾衣里, 正正望着乔婷。 教授, 我以为你会说, 要我考虑清楚。 他一向不喜插手别人私事, 这应该算是他说过最越界的话。 乔婷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 认真看了一会儿, 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间起风了。 他轻轻开口, 抱歉, 我也有私心的。 这句话, 藏进了风里, 尾巴扫过我的心间, 微微一颤, 学术会议不到十点钟就结束了。 我拎着包走出会议厅的时候, 发现门前围了一群人。 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烟灰味。 走下台阶, 发现有人在我车前摆了一个火盆。 火苗刚熄。 几张照片躺在里面, 烧得只剩下半张脸。 是我的照片。 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谁干的, 这么晦气。 这是众人死啊。 车玻璃上用口红写了几个大字, 小三去死。 作案之人生怕大家看不见, 专门挑了正红色, 在前挡风玻璃和汽车的白色车身上, 写了好几遍。 周围人意识到我是车主, 纷纷对着我指指点点。 看着挺体面的人做这种烂事, 怪不得呢? 其实这种人挺多的, 学术打几吗? 成果都未必是自己的。 血液瞬间涌上了我的大脑, 纵使我有良好的教养, 也无法容忍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泼脏水。 透过人群, 我捕捉到苏眠坦然勇敢的目光。 他到底哪来的勇气和自信呢? 我推开人群, 直冲他走去。 苏眠没料到我会直接开干, 愣在原地。 下一秒, 就被我揪住头发, 拽过来, 脸狠狠摁在车玻璃上。 我语气冷冽, 舔干净。 他被吓傻了, 在短暂的哑巴后, 哭着挣扎起来。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干你。 我五指骨节都发了白, 一边摁着它, 一边用空余的手打电话报了警。 现场的骚动引来许多人围观。 突然蒋莫的怒吓从人群后传来, 成欢, 你放开它。 那焦急的神色, 是我从没见过的。 他刚走到近前, 我一脚踹翻了火盆, 挥扬了他一腿。 我历声问, 我照片哪来的? 蒋莫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一把将苏眠 从我的前置下解救出来, 护在身后,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苏眠阴阴地哭出声, 蒋莫, 你别干看着呀, 他打我你打回去。 我吐出嘴里凌乱的头发丝, 冷笑, 苏眠你想死是吧? 苏眠下得瑟缩在后面, 蒋莫一噎, 成欢, 你讲点道理, 怎么跟疯子一样? 想看看更疯的吗? 我拿出录音笔, 摁下播放键, 感情破裂并非一方的责任。 蒋莫, 承认自己做不到, 很难吗? 我跟你和好, 可以吗? 蒋莫, 你见不见哪? 蒋莫瞳孔突然放大, 紧张地看向一脸呆滞的苏眠。 绵绵, 你听我解释, 苏眠脸色惨白, 哭得我见有脸, 你还是喜欢他, 对吗? 你把我当什么了? 一个替身? 我捏着录音笔, 举到他们两个中间, 滚动播放。 我跟你和好, 可以吗? 蒋莫, 你见不见哪? 我跟你和好, 可以吗? 蒋莫, 你见不见哪? 苏眠终于崩溃了, 尖叫一声, 夺过录音笔摔了个稀巴烂, 哭着跑向马路对面。 蒋莫咬牙切齿地说了句, 成欢, 你好得很。 他追了出去, 留下一地狼藉, 和周围安静如鸡的吃瓜群众。 我扫了一圈, 一言不发坐进车里, 半赏捂住眼, 深深叹了口气, 门口的摄像头录下了苏眠回我车的全过程。 他不仅用口红弄花了我的车, 还用高跟鞋在我的引擎盖上踩了几个坑。 如果我坚持不和解, 苏眠可能要被拘留几天, 也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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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 他逼着头,直掉眼泪,也许我真的比不过青梅竹马在你心里的分量,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和他,早就结束了,我冷着脸解释道。 蒋莫深吸一口气,重新看向我,成欢,钱都给你了,算了吧? 蒋莫这几年,真是飘了,算不算,什么时候轮到加害者来说了? 我把调解书推回去,十分大度地说,好啊,就这么算了,再给我加百分之二十的赔偿,我就算了。 蒋莫脸一沉,你,我什么我,嘴残疾了,就得拿钱来补。 苏眠低着头不说话,蒋莫哑然,闭了闭眼,好,可以,十分痛快地给了,他不差钱,甚至说赚得盆满钵满,他愿意为了苏眠一掷千金,可是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有钱就够了。 苏眠的脸悄然红了,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拽着蒋莫的袖子,对不起,我错了吗? 蒋莫叹了口气,不是你的错,绵绵是我没保护好你。 外面正在下雨,我站在屋檐下,盯着如珠莲似的雨幕,好半嗓没说话,挺没意思的,十几年的感情,短短几天就消磨得一干二净。 我猝了猝眉,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人便将在原地。 我就说苏眠和蒋莫有猫腻,我有个朋友,发现了苏眠的微博,这是去年五一他发的照片,你和蒋莫那时候应该还没分手吧? 照片上的苏眠裹着浴袍,对着酒店镜子自拍,做了个俏皮的表情,跟学长奔线了,他好猛。 镜子的角落,是一个男人围着半身浴巾的背影,他有不少粉丝,在下面热情发言。 嗷嗷嗷,一路看着你们走过来的,姐妹冲啊。 姐夫身材很好,苏眠回复,体力也很好,羞羞,我捧着手机,水气渗进骨子里,手脚冰凉。 当时我出国不到一年,连成果都没有,蒋莫就跟苏眠勾搭在一起,后来,他又厚着脸皮从我这里拿走了成果,积身业内顶流。 他怎么敢?蒋莫从后面叫住了我,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份上,你可以考虑跟我们公司合作。 我后退一步,离蒋莫远了些,一种剧烈的恶心从胃里翻上来。 我几乎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压平自己的语气。 冷声说道,管好你女朋友,别再来招我。 不会的,蒋莫眉眼疏离,以后我们只谈合作,怎么样? 他还有脸跟我谈合作。 今天以前,我只想跟他一笔勾销,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雨还在下,犀利的雨声敲得人有些恍惚。 成欢?蒋莫喊了我一声。 我晃了晃头,轻轻笑了笑,你觉得自己在我心里还有多少可信度? 蒋莫的唇紧抿成一条线,半嗓没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密封袋包裹着的戒指,丢在他脚下的雨水里。 一直没找到机会还给你,就今天吧。 当初买这对戒指的时候,我们还不像现在一样富有。 戒指很普通,远远比不上他现在无名纸上戴的这只。 我一戴就是好多年。 蒋莫死死盯住我们的情侣戒指,唇色有些发白。 他似乎突然有了记忆,面露愧疚。 欢欢,别那样叫我,我后退一步,站在了雨里。 雨水瞬间淋了我一身。 蒋莫跟了一步,却最终因为苏眠的拖拽,止步于此。 我扯扯嘴角,蒋莫,以后离我远一些吧。 我坐上乔亭的车离开的时候,苏眠似乎在跟蒋莫闹。 他站在雨里,像只可怜的落汤狗,不断推开蒋莫抱住自己的胳膊。 嘴里喊着,你不是要跟他合作吗? 你去啊,别来找我。 我没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个代替品,他淋个雨你就心疼了是吧? 那我淋个够,死了算了。 下一秒,他被蒋莫狠狠稳住。 散掉落在地,大雨滂沱,警察局门口变成了两条落汤狗。 还在看,乔亭笑着打断我,小心晕车。 我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确实有点响吐。 他嘀嘀笑出声,我的错。 晚高峰,交通拥堵。 无形中延长了我们同行的时间。 我明天就回去了。 乔亭突然出声,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 这句话让我愣住了。 很久没回过神来,其实回国这些天,我还蛮不适应。 常常梦见自己在实验室的时候,那个地方更有家的感觉。 我心中怅然,待我向他们问好。 乔亭轻轻轻敲着方向盘,手指修长白皙。 过了会,他喊道,成欢。 那一刻,我们四目相对,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彼此坚持的一些东西。 乔亭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转而微笑,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你也是。 窗外雨是见大,将那些难言的隐匿的情愫冲进雨幕中。 后来,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乔亭离开后,我入职了蒋默对家公司,仲和。 多年来,因为蒋默手里掌握的技术,仲和一直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入职第一天,仲和的总裁亲自接见了我。 怎么是你? 我刚进办公室,就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 萧麟迎过来,握住我的手。 学姐,好久不见,她算是我的学弟。 成绩优异,家境优渥。 毕业后,继承了爸爸的公司。 能做到和蒋默分庭抗礼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这层关系让我们之间沟通十分融洽。 萧麟给我倒了杯茶,语气恳切,其实你可以考虑技术入股。 蒋默能给的,我也能给。 她诚意十足,甚至比蒋默给的还要多很多。 萧麟。 我认真的看着她,我不怀疑你的诚意,但是入股就不必了。 为什么? 萧麟微微醋眉,难道你还想? 我笑了笑,赚钱谁不想了,只是不能是现在。 萧麟,帮我个忙吧。 进来,苏眠的账号更新得格外频繁。 学长送的生日礼物,好心动呀。 恭喜学长事业再创新高。 评论区许多人起哄,马上就要过上富婆生活了吗? 笑死,靠男人很光荣吗? 楼上酸了吧? 给你个有钱帅气的男朋友,我不信你不要。 没人找你,放心吧。 博主也很优秀呀,漂亮身材好,能提供情绪价值。 苏眠在这样的追捧中,日复一日地炫耀着自己的生活。 兴许是听闻我入职众和后,并没有拿到什么太好的待遇。 同行之间,只要稍加一打听,就能知道,我深夜加班是家常便饭。 苏眠开始给我发消息,姐姐,工作别太辛苦。 要多出去走走,找个男朋友,虽然也不太可能像蒋莫那么有钱。 哎,还有负罪感哦,蒋莫能赚到这么多,其实还要谢谢你呢,可惜现在全给我花了。 对此,我一概不理。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我的事业毫无起色。 而苏眠,靠着分享小富婆日常积累了不少粉丝,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现在朋友们谈起来,没有不夸苏眠的,都说她足够优秀,配得上蒋莫。 我渐渐淋出众人的视线,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五晚上,苏眠的消息准时来了。 姐姐,我怀孕了,是蒋莫的。 谢谢你的努力,让蒋莫赚了钱,现在我就要成为蒋太太了。 高兴吗? 嫉妒吗? 随之还发了个呲牙笑的表情。 我跟她解释过很多次,我和蒋莫没关系,可是她不信。 说实话,这半年苏眠的精神状态,朝着很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原本我的计划并不包括她,甚至郑重告诫苏眠,不要再骚扰我。 可惜,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短短几分钟,她开始狂轰滥炸。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我有孩子了。 你还缠着蒋莫干什么? 我是蒋太太,是原配,你要不要脸。 姐姐,再让我知道你留她过夜,我会把你挂在网上哦。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正坐在蒋莫对面。 你最近多关心关心苏眠吧。 蒋莫文言,视线从文件上抬起来,醋没盯着我。 嗯,知道了。 我喝了口红酒,直着头,她怀孕了。 蒋莫语气生硬,避重就轻, 你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 我笑了。 招了招手,让适应生给我换成了果汁。 一边擦手,一边问,最近跟我结束后,你不回家,去了哪里? 蒋莫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我,萧林就说了这些吗? 这个企划书似乎不太,全。 没错,我已经跟蒋莫私下联系两个月了。 由于萧林的公司发展迅猛,下个月竞标,成了蒋莫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我主动向蒋莫抛出了橄标,萧林给不了我太多东西,我想跟你合作。 我跟她相熟十几年,感情牌打得得心应手。 感情回温迅速,每周我们都会约在一家隐秘的会员制的西餐厅。 我给她一些情报,帮助她对付萧林,可也仅此而已。 插足别人感情的事,我不屑于做,更不会让她彻夜不归。 蒋莫曾经不止一次埋怨过我,早知道这样,你直接跟我合作多好,弄得这么麻烦。 我捏了捏有些发痛的额头,如果把全部的企划书给你,我会被萧林送进去。 说话时,我不经意整理了下手提包。 我去个洗手间,你快点看。 话音刚落,门猛地被人推开。 苏勉领着几个小姐妹,一股脑冲进来。 就是她,她举着手机,咬牙切齿,似乎要将我碎尸万段。 时隔很久,我再次见到苏勉,她瘦了很多。 远没有镜头上看见的光鲜亮丽。 眼窝深陷,脸颊明显凹下去,人显现出肉眼可见的憔悴。 还不等说话,我便被几个女人团团围住。 听见的,无非就是那些话,勾引有妇之夫。 幸好,我选的这个地方,安保是真的抗事。 经过短暂的混乱后,他们几个就被保安控制了起来。 我在与他们的抗争中,掉了几根头发。 苏勉哭得歇斯底里,你们都来看看,就是这么欺负孕妇的,不要脸啊。 我抹了把脸上的伤痕,看向蒋莫。 她自始至终坐在原位,跟大多数出轨被抓的男人一样,一声不吭。 仿佛只有女人的战场。 这把火永远烧不到自己这里来。 我撸起袖子,走过去,狠狠甩了蒋莫一耳光。 啪的一声,现场死寂。 蒋莫呆住了,捂住脸,难以置信地抬头看我。 看什么看,我语气冷然,要想我们的合作继续下去,就管住你女朋友的嘴。 不然大家一起死,说来也好笑。 年少时,我看不透蒋莫,被她吸引。 心甘情愿当她的垫脚石。 成年后,短短几个月,反倒将她看得透彻。 她这个人,自私凉薄,唯利是图。 见她还不动,我从容地笑道,蒋莫,别忘了,我们这是商业犯罪,被抓住了。 是要坐牢的。 苏眠不懂什么是商业犯罪。 她只知道,我和蒋莫关在一个屋子里,就是死灰复燃。 于是肆无忌惮地撒泼,砸碎了包间里的电视机。 可蒋莫是知道的。 她光鲜亮丽的人生,绝不可止步于此。 剩下的几分钟,我成了作弊上官的人。 蒋莫为了自己的前途,与苏眠几个人纠缠在一起。 这场闹剧最终以一个响亮的巴掌结束。 苏眠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 你打我。 蒋莫眼底闪过一丝懊悔,对不起,绵绵,我。 苏眠脸色惨白,被闺蜜们护在身后,深深看了她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蒋莫背对着我,背影落寞。 良久,她说,成欢,苏眠她怀孕了,经不住折腾。 这是最后一次,结束后,我给你股份,以后别来往了。 我拎起手提包,心声讥讽。 每次早早散场,蒋莫却夜不归宿。 被苏眠察觉,就想祸水东引,找我背锅。 我拎起大衣,与蒋莫擦肩而过,轻声告诫。 蒋莫,你积点得吧,积点得吧,不然,你死后,连地狱都容不下你。 半个月后,竞标开始。 蒋莫却闹出了丑闻。 苏眠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博主,在消失半个月后,再次出境。 脸上身上多了些瘀青。 蒋莫家暴的新闻铺天盖地,与此同时,还牵扯出她和我的私情。 一时间,网上的骂声铺天盖地。 我也没有幸免于难。 萧麟在电话说,学姐,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会身败名裂。 我望着乔廷发来的照片,她站在白雪挨挨的山脉下,眺望日出。 那双蓝眼睛平和温柔,突然就有点想她。 桌面的纸质日历又翻过一页。 我用笔挑了个勾,不会的,我只希望,当你成为行业龙头那天,兑现给我的承诺。 当然,萧麟至今仍没有放弃我,或许你可以考虑留在这里。 以后有机会,会的。 短短几日,舆论发酵迅速,连工作时,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常常望着对面办公大楼的十九层发呆,那里是蒋莫的办公室。 这天,她终于看见了我,我对着她招了招手。 蒋莫很快给我打了电话。 苏眠我已经控制住了,是时候发布澄清公告了。 只要你贴出不在场证明,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我就是清白的。 她为什么不自己贴呢? 因为她真的在做坏事,只不过对象不是我罢了。 我坐在宫位里,懒洋洋敲着二郎腿,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 蒋莫,我不想发。 她声陷发紧,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不是吗? 我语气嘲讽,成欢多傻呀,即便被背叛过一次,还愿意在蒋莫身边当牛坐马。 这些话,是上周,她跟她兄弟打电话时,说的原话。 被我不小心听见了,要说蒋莫聪明,也不尽然。 因为她愿意相信女人都是愚蠢的,是被感情支配的废物。 这种念头本身就很蠢。 蒋莫那头卡了壳,有些恼羞成怒。 成欢,你到底想怎样? 只要渡过难关,我可以娶你。 她到现在,还以为我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苏眠不要了,孩子不要了。 我被她的回答逗笑了,像逗狗一样,逗弄着她。 她开始着急上火。 欢欢,别闹了,好吗? 不好,我站起来,轻轻敲着窗玻璃。 蒋莫,你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 挂掉电话,我看见她似乎贴在落地窗前,狠狠盯着我,像一头困兽。 当她溃于囚龙的时候,就离发疯不远了。 这场风波给蒋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我拒绝出面作证,萧林又报了警,指证蒋莫联合我窃取商业机密。 蒋莫在警察面前,老老实实招认了她夜不归宿,都是去了哪里。 我人在隔壁,又旁听了一场闹剧。 这一次,苏眠彻底崩溃了。 她把体检报告单狠狠摔在蒋莫的脸上。 哈哈哈哈,蒋莫,你好得很。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 你在他们身上快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原来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我努力放空自己,眼神涣散,憋住想笑的欲望。 警察同志拍拍桌子,板着脸,干什么? 专心点? 我没有干过。 没干,为什么他手里会有你们公司的资料? 那就不清楚了。 其实很快,他们就查到了那天我和蒋莫密会的录像。 我起身去洗手间的功夫,蒋莫掀开了我的手提包, 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并插了一个U盘。 是他,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商业机密。 与我无关,我被无罪释放了。 很不巧,又是下雨。 似乎每次来这种地方,都在下。 我更喜欢下雪。 萧林站在门口,撑着伞接我。 三十多的人了,露出跟矛头小子一样兴奋的眼神。 学姐,我真不知道蒋莫私下里这么乱。 说着说着,就笑出声。 七八个,他真行,啊哈哈哈哈。 也对,毕竟谁平白无故少个劲敌,都会笑。 笑到一半,他打住,你会眼如剧,当初怎么看上他了。 查过梯眉,我笑笑,不用担心我,还是想想怎么赚钱吧。 刚进医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发生关系前,先看传染病报告。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急于进行下一步。 反倒避过一截,苏眠打了胎,被折腾得不成人形。 人傻傻地靠在公共长椅上,以泪洗面。 我不想理他,不料经过旁边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你怎么会没事呢? 我低头,看见他手上戴着的婚戒,叹了口气,把传染科同学的明片放在他手中。 坚强些,将来讲莫出来,我哽咽着,还要靠你养呢? 说完眼面,猛地扭头朝着笑疯了的萧林跑去。 身后传来苏眠疯狂地怒吼,差一点就被他打到了。 我跟萧林的约定,是我技术入股,帮他把公司做成龙头。 他帮我做戏,搞垮蒋默的公司。 但我没想到,萧林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他把真的资料给我了,导致蒋默的的确确给他造成了两千万的损失。 他一开始,就奔着把蒋默送进去才答应的。 商业犯罪,加上长期混乱的钱色交易,蒋默被判了刑。 正所谓强倒众人推。 他早期逼我出国留学,劈腿苏眠的事被有心人传到了网上。 苏眠才是小三啊,渣男贱女,活该得病。 还好承欢读书多,学历高,换成一般人,只有哑巴吃黄莲的份。 从回国知道真相,到尘埃落定,已经过去了一年。 我订了机票,准备离开。 临走前,我去探望了蒋默。 一个满盘皆输,身患不治之症的男人,真狼狈啊。 他在不复当年意气风发,鼓授临寻。 你满意了,他声音嘶哑。 成欢,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我仅仅是没有遵守约定,你就要置我于死地。 他一定觉得,自己劈腿,玩弄感情,罪不至死吧。 我笑出声来,蒋默,我也是要赚钱的。 什么,他黑眼珠紧紧钉在我的脸上,你什么意思? 我捏着听筒,靠近他,尽到足以让他看清我脸上的每一个细节。 随后,抬起眼睛,露出一个嘲弄的笑容。 我要肃清市场的呀,你不倒,我怎么一家独大,怎么赚钱? 真以为我会为情所困,一蹶不振吗? 蒋默的瞳孔里,倒映着我大大的笑容。 感情嘛,玩玩而已。 蒋默,你不配当我的合作者,所以很抱歉,只能除掉你了。 这大概是蒋默此生听见,最可怕的话了。 他瞳孔都大了,慢慢趴在玻璃上,短暂地寂静后,突然开始剧烈拍打,野兽一样嘶吼着,似乎要把我撕碎。 我轻轻挂上听筒,潇洒起身。 从今天起,我成了终合股份最高的几个股东之一。 未来几年,我会亲自赴美,架起国内外技术沟通的桥梁。 我的面前是一片蓝海,臭鱼烂虾注定要留在岸上,走向命运的终点。 临别那天,萧林在机场,捧着一束玫瑰跟我表白。 学姐,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她喜欢打直球,被我拒绝了无数次,依旧切而不舍。 我拨弄了一把娇艳欲滴的玫瑰花,问,恋爱还是赚钱,你选一个? 赚钱。 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说完,我们两个都笑了。 我接过玫瑰花,谢谢你的花,当你孝敬学姐的了。 萧林认真盯着我看了半赏,突然上前将我抱住,成欢,一路顺风。 这边交给我,你放心,期待下次见面。 随后,她松开我,强势地把我推进了安检口。 都不允许我回头看她一眼。 时隔一年,再次站在猫医学中心门口,我仿佛回到了几年前。 第一次怀着对蒋默的思念和家乡的不舍,站在这里。 一切都没变。 忙碌的同门,随意堆砌的大雪人, 以及绵延几公里,罕无人计的广阔雪原。 天上又下雪了。 在这个高纬度的异国他乡,春天似乎永远遥不可及。 可也正是在这里,我寻到了自己的理想。 在与人类的思维碰撞中,看见了科学之光, 以及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 我搓了搓洞红的脸颊,尚未来得及靠近, 大门便缓缓划开。 清冷高挑的身影,助力在门口。 那双浅蓝色的眼睛, 张开了温和的笑意。 一瞬间,春天似乎又变得触手可及。 乔婷伸出手,对着我笑道。 成欢,欢迎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